4月29日,因疫情关闭了近百天的黄鹤楼公园,恢复有限开放,全封闭区域暂不开放。 当天上午,吴义菊与金雷等第一批武汉市民登上黄鹤楼。 今年69岁的吴义菊告诉记者,这是他和老伴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出门,在黄鹤楼上登高望远。 吴义菊感慨,黄鹤楼依旧只是心情不同,看到今日的武汉,满目欢喜。 实际上是心情不一样的,睡得非常非常开心。 所以我们昨天,昨天就说好了,今天早上六点钟起床,然后把早点吃了以后就过来。 没有想到我们来的以后是第一个,第一个黄鹤楼。 我就要告诉我的亲朋好友,武汉重启了,黄鹤楼,孝银,四边八方客,你们都到武汉来,我们武汉太漂亮了。 叶孟杰是武汉市一家医院的护士,当天是他第一次登上黄鹤楼。 叶孟杰说,自己在楼顶站了许久,俯瞰武汉三镇,感慨万千。 疫情的时候,路上一个人都没有,就空当的,就我一个人。 然后从我住的地方,你医院不是有几公里吗?一路上都没碰到人,那个时候晚上回去都哭呢。 现在看到人这么多,真的是很感动。 黄鹤楼公园恢复有限开放,现场还举办了一场黄鹤感恩武汉复苏的主题活动。 邀请武汉各领域的战役者代表,敲钟祈福,游园赏春。 90后青年教师华宇晨是战役者代表之一。 他曾作为志愿者进入方舱医院担任播音员。 他温暖的声音,为患者传递爱的力量,胜得信心。 黄鹤楼公园工作人员王洪念介绍,目前不提供窗口售票,游客通过网络实名预约购票,公园内每天最多接待5400名游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